解题,交流电,波崩因素,波崩因素,电能计算 由于交流电流汁最大值为10安培,频率为100赫兹 波崩因素为1.11,波崩因素为1.414 流过一欧亩的电阻一分钟,所消耗的电能为多少 好,再来,四十五品 然后算,能量,公式,W-PT,来念 W-PT 那交流里面的P等于IµR,I要用什么来算呢,要用有效值来算 那这值它给的是最大值,10 然后给什么波崩因素,给波形因素 那你就把这个正群波划出来 那我们会有三个值,哪三个 VM、VMS跟VAV,最大值、有效值跟平均值 那我那时候有交同时怎么记 上面这两个切下去,什么值,什么因素 波崩因素 那个叫做CF 那再,下面这两个一除下去 这两个什么值 波形因素FF 好,所以呢,我们应该是用哪一个来做呢 用波崩因素来做 那波崩因素除下来就跟到2,听不听我们的 1.414就跟到2了 那我们就知道有效值就是VM除以跟到2 那我这时候把I化成有效值 最大值除以跟到2,就是有效值 那它要干嘛呢 要平方,I平方 可以扔得起来平方 叶如是1欧姆 时间呢,要用秒 因为我们是MKS 那7GS,这个S就是second秒的意思 所以,你在算的时候把时间就变成秒 这是物理的定义 好,所以算出来 算一下 100除以2,50,50,60,60,60,30 我觉得很三千哦 好,这是第一次数题 答案为B 大约3,50,60 小约4,50 相边1.50,50